本期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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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们 当然今天到场呢 还有这部电影的各位主演 像补天乐先生 杨千华小姐 高元月小姐 和周渔民先生 一会让他们会在这个舞台上 为大家带来很多 拍摄这部电影台前幕后 有趣的和难忘的经历 那么我们也记得2011年3月31号的时候 由杜琪峰导演 维家辉编剧的电影 《单身男女》是在我们内地上映 上映之后呢 就好评不断 而且呢 是最终收获了 累计过一亿的票房 还被称作是近十年来 最好看的爱情喜剧电影 那么在事隔 四年之后吧 这么长的 三年之后 我们又看到这样的金牌组合 就是杜琪峰导演和 维家辉编剧 他们再次一起发力 为我们带来了 在原来这个非常经典的品牌的基础上 无论是演员阵容 还是故事的格局 都进行全面升级的 而且也是非常好看的 爱情喜剧电影 《单身男女2》 特别值得我们去期待 那今天呢 我们也荣幸的邀请到了 影片出品方的各位领导 在我们发布会的一开始 我们也会首先请他们到台上来 跟我们谈一谈 他们对于这部电影的期待 那我们就要有请 陈家上先生 刘晏明先生 赵芳女士 有请各位 好 非常欢迎三位的到来 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像我一样 都全心期待着 《单身男女2》这部电影的上映 而且呢 我们也看到 这次是五大出品方 五大发行方 所以我们也特别的好奇 像荣幸达 《环雅电影》 《海润影业》 《万达影视》 和《环雅电影》 发行 这五大出品方 是怎么样一拍即合 为我们带来这样一个 让我们期待的电影项目的呢 我想我们要谢谢 《独情部》导演 给我们几个机会 让我们跟 可以说是常常合作 然后常常联手 我跟海润 刘总 我们一起在一起谈 我们怎么可以合作起来 然后通过《单身男女2》 海润给我们 借地气的各种 在内地市场的各种反馈 让我们可以 怎么样去生产 一个产品 但不光是一个香港电影 还是一个大中华电影 在内地市场 让我们有什么一个位置 所以很谢谢海润 刘总 然后万达不用说 要被万达就院线 对我们全力支持 我们大概也不敢说 我们几天来一个强强能手 所以非常谢谢他们 看来这次 各方都是最好的来动用自己的资源优势 为这部电影服务 那赵总和刘总也谈谈你们对于这个电影项目的期待吧 作为这部电影最早的投资方之一 我们特别看好杜岛的作品 而且对于他们的黄金组合非常认可 三年以前第一部电影《问世》以后就深受观众欢迎 所以我们相信作为万达影视和五州电影发行公司参与的这次合作 一定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好 而且这部电影我觉得选择的档期特别好 特别切合 单身男女正好适合这个光棍节 这也让很多单身男女对这一天更为期待 可以迎接到赵的电影没准还可以成功脱单 是 谢谢赵总 那刘总 我呢对这个电影也抱非常大的一个期望 怎么说呢 因为银河意向 杜岐峰导演和那个环雅电影已经是多年的合作伙伴了 他们这是陈家上导演加盟环雅以后的我们合作的第一部电影 陈导的过去的中学我也看了很多也很喜欢 那么我相信呢 这个有杜岛维岛这个金牌组合吧 这个电影呢一定会广受好评吧 那么这次我们合作也是跟万达 我们这个行业的老大的第一次合作 所以我们一定要精诚团结以后多做一些好作品 谢谢二位 我们是跟着来学习的 太谦虚了 刘总太谦虚了 谢谢 谢谢三位这个老板级的嘉宾 为我们带来的对于这部电影的期待和热诚的推荐 谢谢 感谢三位 请先稍持休息 谢谢你们 谢谢 那据我所知 就是单身男女二呢 作为第十一届香港亚洲电影节的开幕电影 那么这个开幕电影的两场的电影票曾经进行过预售 那么两场的电影票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内这个电影票就全部售庆了 可以看到大家对于这部电影有多么的期待 那么今天呢还要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此次美团猫眼电影 是作为单身男女二的独家电影票的这个官方预售平台 他们呢也将会在十一月四号的时候来盛大的启动 就是1111这个拖单启动盛典 就是这样的电影的预售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抓紧这样的机会 就是在十一月四号的时候通过美团猫眼电影来抢购 这样的特别值得我们期待的电影票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是五大出品方五大发行方 还有就是跟上一部单身男女不同 这次呢是有五位重量级的演员 所以呢我们相信这部电影可以说是叫做 有一部有一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个五位主演的阵容 说是三神二美 我觉得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追爱阵容 我们可以能够让大家有情人终成眷属 看过这部电影之后 有很多的这样美好的事情发生 那下面就要为大家请上这部电影的幕后英雄了 就是刚才我们一再提到的这部电影的幕后的两位 他们是黄金组合 让我们欢迎杜琪峰导演和韦家辉先生 欢迎我们的导演还有编辑 欢迎两位 两位下午好 欢迎你组导演 你好大家好 欢迎韦家辉先生 刚才我还想大家错过了好消息的介绍 就是这部电影其实曾经在多伦多还有福山电影节 曾经进行过典映 我也听说在这样的典映过后 看过电影的朋友 真的是对这部电影也是有很多的好评 而且我想两位也知道 有非常多你们的影迷 那其中呢 有一些呢 可能是更喜欢你们带来的警匪动作片 那有一些呢 可能是更喜欢你们两位一起创作的爱情片 那还有一些呢 可能像我这样的 就是脚踩两只船 就是两种都很喜欢 但是我可能会偏爱爱情片更多一些 但是我听说这部电影当中 杜琪峰导演是把您的动作枪战片的风格 带入到了《单身男女2》当中 这就让我觉得有点匪备所思 这怎么会呢 您能跟我们透露一下吗 是这样吗 我都不匪备所思 为什么变成这样 我没有这个敢说讲的 对好像我听说 是在这个电影当中 有在这个生日会上 丢蛋糕的这样的场景 丢蛋糕 丢蛋糕 有动作吗 对就是一般的扔蛋糕呢 只能派出欢快 或者是觉得很有趣 但是在您的电影当中 扔蛋糕这样的情节 都能看出您这个动作片的功底 都没有什么功底啊 这是乱调 所有人要调中这个 要调中这个 这个《不天乐》就行 所以这不是一场 一般的过生日的扔蛋糕这样的细分 其实我们也想问一下 我们的编剧有一家婚先生 因为在上一部 就是《单身男女》这部电影当中 好像最后女主角已经有了她的选择 就是关于她到底是选火星男 还是地球男 当然也有观众在看了之后觉得 这场梦这么快就醒了 她这个选择是对的吗 如果我会这样选吗 所以那您当时是怎么想到 来续写《单身男女》呢 因为我想是不是真的她最喜欢的就是《佛星男》呢 如果这个故事再发展下去为什麽样 所以《单身男女》也会一起故事发展 你是要跟大家来探讨一下 还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 会不会另外一种可能发展下去 会更好 而且我们看到在这次的电影主演阵容当中 就是变成了五位 以前那是一女两男 现在呢是刚才我说过 大家说这个组合叫三神二美 加入了周瑜民和杨谦华 也想问一下杜齐峰导演杜斯尔 就是这两位的作用是什麽呢 新加盟的这两位 应该问我叫费用了 为什么叫两个不叫四国啊 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单数嘛 单身男女还是要单数嘛 就是单数就是到最后总有 起码有一个是没有脱单的嘛 总是有一个很可怜的那一位 原来是这样的用意 所以他只能是由三位升级为五位 不可能是升级为四位 哦对如果是四位 其实正好这个好事成双 就会有一个很圆满的结局 现在总有一位会落单 我觉得如果有第三集 就很可能是七位 七位 不知道下一次会有哪两位一起来加盟 对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主演阵容是升级 那在故事上呢 比如说那韦先生您是怎样来设计 这五位不同的性格呢 因为是五位了我觉得他这个剧情 应该也是全面的升级了 那故事会更有张力 可能这个情节线索也更复杂 可能看上去也更有趣更有挑战 您是怎么来设计这五位的性格呢 因为第一集引用三个已经出现了 然后我想再加一个就是跟女的 跟这个高原员这个角色完全不一样 完全是升红的 所以我们加了一个 跟她的性格完全是升红的 她很喜欢炒股票的 她是一个反向出作的人 她跟什么都跟这个高原员的反应都是相反的 所以杨千万在剧中跟高原员就是完全相反 非常两极的两个人物 等于一个是我们叫她软妹子 还有一个叫女汉子 可以这样来形容 对女汉子 对 那还有就是周渝民呢 那载带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男生呢 我们确定是一个她是一个很好的男生 那些女汉子很喜欢的一种类型的男生 然后有些早两天我们在三个人 整个我们访问 有些自己看过就要 他们告诉我 我都是哪天查医时 我一个提醒就是 暖男 云暖 温暖 暖男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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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这部电影现在是三位升级为五位 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 可能会让每一个看电影的 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会有这种代入感 你可能会找到你对应的那一个类型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们两位也应该在电影中 找到你们两位对应的类型 就像这三种男人 一种是地球男 火星男还有水星男 那渡导你是属于哪一种呢 你觉得 我已经忘记是地球人 还是火星人 很多年了 我现在问 我就是 两个都不是 这个男女关系 什么感情 都是年轻人的 好像 我们是没有什么感动 他们年轻人去感动一下 天哪 这个杜导在太阳系当中 是 会属于哪一颗星球 对 现在还在这个飘荡当中 明星就是属于那个太阳 也有可能 太阳太厉害了 我觉得他可能是 火星男 火星男 因为他比较火红 土星 土星 土星是我 比较土 对 那 李嘉惠先生 您觉得您自己是土星男 对 有一点点的土 土星男 所以 所以叫土星男 好 杜导您来评价一下 你觉得 李嘉惠先生属于哪一种 李嘉惠先生 我现在是 是地球人 是很勇敢 很有女人缘的地球人 我还是在地球 还是在地球 还是在地球 对 希望大家看完这之后 男兄女生都能 特别是男生能够找到 自己属于的那一颗星球 那拍爱情片 我觉得两位也非常有经验了 在你们心中什么样的 爱情片算是好看的呢 算是优秀的爱情片 因为有《鬼家飞》写剧本 就是 他比较懂爱情 我就不懂 刚才你讲过嘛 就是 点蛋糕都变成参战 我的奇怪 为什么我变成这样 把爱情片拍出了参战片的感觉 那李先生 你觉得什么样的爱情片 是优秀的 可以吸引人的呢 我说话 就是男女主角都很漂亮 很好看 你要找一个 怕这个 枪枕片比较厉害的导演去 最重要还是要 大家看完有些感动 爱情电影最重要 一定能够感动我们 才是优秀的 那你们两位在拍爱情片的时候 是更倾向于去表达你们自己对于爱情的看法 去抒发你们个人的情感 还是更偏重于去迎合观众的心理呢 有这样的侧重吗 我都讲过没有很久了 所以这个爱情度来讲 为什么呢 我还是做这个电影的时候 还是靠《伟佳飞》 写的剧本写得好 彩排得好 应该来讲是 不错的 比第一集还要好看 那杜导你怎么看现代年轻人 就是都市人的爱情观呢 现代人 对啊 就是现在这些年轻人的爱情观 在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概念 现在年轻人的爱情观 就比较多样化 很多元化 治疗很多 不像以前老一辈 在我 我都是老 但是我父亲母亲更老 他们的爱情都有一生一起的 怎么难够的时候 他们的爱情就是 不是很甜蜜 但是也是有坚持下去的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要变就变 随时可以换 我的看法就是 可能这个时代不一样了 就是所有人能够有选择的机会 你不喜欢的你可以换 但是在我们心中 其实还是觉得那种 传统的爱情和归宿是 特别美好的事情 但是很惨的 你不喜欢他对他对你死啊 多好啊 其实我想大家还是对那种 传统爱情有一种向往 那韋先生您呢 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您是 因为刚才杜导说 这本是由您创作的 您是更看重您个人情感的表达 还是更看出观众的这样的口味 其实最重要还是 我们相信爱情是什么 然后我们去跑 然后我 这本要弄出来 第一个让他先感动 他能感动 我想观众都能感动的 所以其实杜导还是很浪漫的人 当然这个电影 因为都是为观众而拍的 都是为他们喜欢的东西拍出来的 你去看看 你就懂了 好啊 一定会去看的 你们两位谁更浪漫一点 怎么突然都变得这么谦虚 刚才也很谦虚 现在一下子更谦虚了 对 你看我写不出来 他才写出来嘛 我这些人都发出 在结果的 他就去浪漫了 对 但是能看出来 一定您也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对 估计两位都不在对方里下 好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我们请两位先休息一下 谢谢 听两位介绍之后 我们发现这次还多了 水星男 究竟水星男是一个什么样的 还有火星男和地球男 他们都是什么样的性格 各位还记得吗 因为毕竟那一部单身男女 到现在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 还有就是我们的高圆圆扮演的软妹子 还有杨谦画扮演的女汉子 他们究竟如果是很立体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会是什么样子呢 那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下 这五大主演在电影中的角色 究竟有什么样的个性魅力 有什么样的特点 我可以把我的事情全部靠到脑后 我可以专心为你做任何事情 因为你是我一个很心爱的一个女孩子 我感觉很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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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杨阳这年纪 想找一个财款或者家庭的时候 可能只不过去追求一个简单的生活 你要求不到对方为你改变 如果那份爱还在 那可能改变的就是你自己了 张珊妍其实是什么女人都见过她的 但是她真真正正在这段爱情可以见到自己 你问我 我在一起以后我会不会回混 我以前回答你尽量不会 我现在回答你 不会 因为我觉得爱情要靠 怎么说3K第一 要自然的 不可以逼的吧 你的底力 那个Foundation要很稳整 才开始 才可以改上去吧 那五位主演的性格确实是各有各的精彩 看过这个短片好像把我们一下子又抓回了那个故事当中 而且发现还有一个新的故事在我们的面前展开 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这部电影的各位主演上来和大家见面 我们要欢迎周一鸣 杨千话 高圆圆和古天乐 各位小五好 欢迎你们 欢迎周一鸣 欢迎千话 我看到大家一直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 因为想给各位多拍一些合影 我们觉得这个组合实在是太养眼了 那我们先请四位配合一下我们媒体的朋友先来拍张合影好吗 我知道这也是大家现在特别想能够捕捉到的瞬间 而且我们发现今天是火星男 没有来到我们的现场 可能是火星距离我们这个发布会的现场路途太遥远 虽然这段距离不堵车 但是我觉得来到我们的现场要耗时更久一些 所以没办法 今天不能看到火星男了 但是能看到我们这四位 我们也是觉得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 特别想能够听听 在前一部单身男女中 就跟我们观众一起分享过对于爱情感受的两位 在这次里面有什么突破 我们也想看看新加盟的两位 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鲜感 那既然说先从前一部就有的那两位说起来 先问一下古天乐先生吧 地球男 对还记得这个称号 那古萨其实我们发现在上一部电影当中 你特别有女人缘 那在这部电影当中 你是不是会依旧延续这样的桃花运呢 肯定是 肯定是 对 可能地球人的是这样吧 所以为什么今天吴彦祖没有来 可能地球真的很危险 它已经苦去过心了 哈哈哈哈 已经不敢再来我们的地球了 不敢来登陆了 对 我们也发现这个地球的吸引力特别大 而且地球上有吸引力的 这个有吸引力的东西也特别的多 所以比如说那古仔 这次在单单女二当中 你和我们台上的两位女神 就跟他们都有感情纠葛吗 肯定有 跟两位都有啊 对对对 首先就是圆圆是 第一集已经跟她 一起了 但是真的最后她没有选我 然后这一次因为 千花的曲线 然后把我整个生命都改变 哇 当古仔说到千花把她整个生命都改变了的时候 看到千花笑得特别的开心 改变不一定是好的 我突然觉得这个笑容 让人回神发冷了 对那千花这次 我们看刚才那个短片 你说你饰演的是一位女汉子 而且是一位叫女古神吧 就是对古事非常的了如指掌 那就是一个很精明的女人嘛 就是女强人这种类型的嘛 是是是 她在工作方面是非常的有自信的一个人 但是在爱情的路上 她会比较没有安诚感 或者是用另外一种方法 去跟自己的伴侣去相处 她反而就是这样一种做生意的手法 放在情感上面的那种用法这样 所以就在感情这边 其实是比较的 就是这个情商会稍微的一些 就是很喜欢去挑战自己 希望可以挑战一些她梦想得到的爱情 但是在实际上 也不一定是真的很适合自己的 这类型的 所以她就错过了一个真的是非常好的 就是一个对象就是宅宅座的那个水星男 就是 是不是 这个很奇怪 有什么水星呢 对啊 水啊 水星 水星男是什么样的 所以这次千花饰演的角色跟圆圆饰演的就是完全不同 反差非常大的两个人 是 是 代表两种不同的女生吧 嗯 所以这次圆圆是继续上次 这种 刚才说是软妹子 你觉得这次合适吗 软妹子 软妹子 不是被子是妹子 软妹子 对 到底怎么理解软妹子 我一直不是特别懂 对我觉得是不是有点 就常常见了这三个字 但不知道该怎么理解她 对 但我是觉得程思琪还是软妹子 对是不是有点呆萌呆萌的这种感觉 对的 有点搞不清楚状况的那种 不是很强势 对 不是很有心机 对应该是这样的 不是很有心机很简单 嗯 我觉得可能在结尾的时候 这个 程子欣可能变成硬妹子了吧 哦 对 她就经历了简科的过程 在结尾的时候 更加清晰的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那我觉得 呃 程子欣角色跟千花的羊羊比起来 就是羊羊是很知道自己要的东西是什么 嗯 程子欣其实开始没有很清楚 嗯 所以我说看到她的成长是 经历了很多东西 她最后知道自己才是 什么才是自己最想要的 嗯 但是我们看第一部单身男女的时候 会觉得程子欣很清楚啊 因为她在结尾的时候 已经做出了选择 选择了火星男 那为什么对这次又会重新来 陷入这种选择的境地呢 那就说明她其实不清楚 其实她不够坚定 嗯 我觉得 好像就是一个电影 她也不是一个爱情教科书 嗯 就是告诉你一定选谁才是最对的 其实是选谁才是最合适你的 嗯 所以你要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是的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火星男对她不够好 嗯 也不是这样简单的原因 嗯 这个爱情其实还挺毛布的 如果太清醒可能就不是爱情了吧 嗯 总之我们觉得程子欣在这部电影当中 一定还是挺纠结的 对很纠结 而且一定也是受了不小的刺激 这个自己整个人生观也改变了 对 对自己整个的人生都发生了变化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那对 还有更好奇的就是刚才千花也说很好奇 怎么来了一个水星男 我 我也蛮不好奇 我也蛮好奇 对 那个水星那边风景还不错 还不错 还不错不错 对 那这个水星男我觉得肯定是你 对于跟水有关的东西都非常的专业 嗯 在拍戏的时候会 会显得比较专业一点点 好 因为其实我们也蛮多 跟水 其实比较特别是海 大海 因为我自己有一点点 大海恐惧症嘛 哦 是吗 就小时候看 看那个 大白鲨 哦 鲨鱼的事 看到吓到我 我就觉得 每次一在水里面 就觉得有一些东西围绕着我 一部电影真的能影响一个人的医生吗 对对对对 反正我看千花 他是完全不会有用拼的 所以我看他拼的 我也不好跟大家讲说 其实我有恐惧症 所以 呃 不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挑战 原来体系有恐惧症 我有一点点 天哪 但是你真的很会游泳 还好还好 我跟你说 我真的很不好意思 他是真的是一个英雄 非常关键 那天导演就是要求我们在海里面 就是一场气满场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刚才上完孩子 还没有完全恢复 所以那个体重的好 好夸张 好像 好像一个圆醉一样的 沉下去的那个 然后我真的很怕水 我不懂游泳 然后我就 正是因为导演 所有二话不说 我就跳下去 跳下去 我就一直抓住 抓住 窄窄的说 救命了怎么办 怎么办 但是他一直都是拼命往上去踏水 嗯 才可以 但是我拼命的把他拉下去 所以结果他就说 千瓦姐 不好意思你不要再拖我了 结果我两个人都会死在海中心 哈哈 天哪 宅宅 所以其实你是 你是水星应该很好吧 对 但是你已经孤单了那么久 两个人的重量 那两个人都很久 虽然是水星人 但是也不是整天都可以泡在水里面 那天拍摄工作状况 其实天气不是特别好 那天大风了 浪非常的大 那我只记得导演 他们把我们演员放下水之后 诶 莫名其妙 船就开走了 那当然 因为他拍一个比较全的景嘛 然后都是用 都是用那个 广播器来跟我们联络的嘛 那其实 风烂大 其实都听不懂 都听不到导演在说什么 然后只知道 要一直不断的泡水 然后好险 千花因为他 他不会游泳 所以他有一个 救生圈 对啊 一开始我是 假装是好心服的 他说我扶着你救生圈 我就可以推着你 其实我自己都快溺水了 天哪 但是当时他是抱着一个石头的这样嘛 所以他 他是很严重 恐惧感人的 还好 抱着千花一直在往下坠 天哪 抱着石头沉下去 我觉得你们俩在吐槽导演的时候 导演就一直很若不其事的 看这里 看他 我想想 你们两位真的是 当时身处这个茫茫大海 看导演现在还在看屋顶 对 哎呀 我知道为什么导演会 可以把这个爱情喜剧片 拍出一点点枪战片的味道来了 因为是激发了两位 无限的潜能 就爆发力全被激发出来了 对 那既然仔仔你是这个水星男啊 我觉得你肯定关于水的专业知识也一定有不少 比如说关于这个水方面的环保啊 水资源保护啊 还有这个水的各种各样的常识都难不倒你 哎 不过关于有一道关于水的题 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没有解开的 包括很多的水资源方面的专家 都对这个题束手无策 我想拷问一下你可以吗 我一定知道的 你一定知道答案的 我真的来知道的 对对对我来问一下你这个题 这个题就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 千华和圆圆同时掉到 就掉到水里 你先救谁 哦 哎 你会怎么样来解答这道题 跟我们男士一个标准答案好吗 嗯 亲情和爱情的选择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剧中是兄妹 嗯 所以所以其实可以不用救你吗 因为你还有另外两个 我实际还可以 你还有一个火星男跟地球男可以救你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先就千华 因为他真的不会游泳 因为他真的不会游泳 对对对对对 所以你通过实际知道千华 真的是不会游泳 真的是不会游泳 真的是需要来救 嗯 谢谢 谢谢 好 不愧是水星人啊 给我们这个问题一个相对比较完满的回答 谢谢 好 听四位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我们也特别想知道 你们在这个电影当中究竟有什么样的情感的纠葛 还有你们在电影中的状态究竟是什么样 特别的好奇 所以今天呢也为大家带来了这部电影的《没那么简单》 这样一版预告片我们请四位能够在我们的台侧和我们一起来观赏一下好吗 谢谢 请看 你问我 跟我在一起后我会不会混 我以前回答你尽量不会 我现在回答你 不会 可以 Sally She is todaoya 我现在到她的房子 真的utenhan 我 toilet 我们就 ved小 heißt mismo 后再 leuk 我先不寒 一点点 先不靠 中间 不用担心 谁也不用被谁管 感觉快乐就忘图忘记 感觉累了就放空刺激 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 自己做缺点 不想拥有太多情绪 一杯红酒陪进你 在周末晚上 晚上的睡觉 说我在想法里 伤爱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 过了爱做梦的年纪 轰轰烈烈不如平息 希望没有那么容易 才会特别轮着你 好像还没有看够 千花你是笑出眼泪来了吗 真的很难忘的一天 还好玩 看到你们在海里的 大家一下都无法自语 真的是都快笑出眼泪了 看了这个片段之后 会不会也让你们勾起了很多难忘的回忆 比如你们在拍这部电影当中 最难忘的回忆是什么 那吴仔你这次最难忘的回忆是什么 跟我们分享分享好不好 你跟我说导演在看有屋顶 在看到一些屋顶很高的时候 会叫我爬上去的 然后我拍一枪是爬了 大概一个星期吧 真的分开外景来拍 拍特技的部分 爬到还要我 我最怕不是这个东西 最怕的是他一面要我爬 一面要我唱歌 还要像是国语的知道吧 对爬就很难 一边爬一边唱歌更难 还要唱国语歌 就是难上加难啊 哎呀 这真的是好像是动作戏啊 真的好像是动作片了 越来越听越像啊 这个听起来是非常的有挑战 其实在第一部当中 我觉得你们三位就是隔着那个玻璃 隔着玻璃来表达自己那种桥段 就让我觉得特别的难忘 看来在这部电影当中 还会有第一部当中这样的延续啊 对那玻璃你有什么 这个不堪回首的经历吗 在这部电影当中 确实是一个动作片 因为我差点被哭见了 打死人 这个电影 对就是拳打脚踢 然后打完我真的很担心他 因为拍了好几条时候都是长镜头 他就一直在这边咳 我真的担心打到他 因为一直都这个部分 是个动作戏 对而且连玻璃都参与到了 动作戏的戏份当中 新的挑战 对啊 哎呀我看各位都有很多要向 当部队导演来吐槽的 那你们两位呢 除了刚才说的海中的戏份 还有什么更难忘的吧 其实我跟玻璃对手戏也是蛮多的 我记得有一天是在我们的office里面拍 然后只是讲剧情里面说 他帮忙去给胡仔一个surprise birthday party 然后我就要跟他拐拐碎碎的 再弄一些decoration 然后导演就要求我们 不能够好像正常的人去走过去去弄 要好像陶纳的一样 在地上爬过去 然后我们穿上高跟鞋 然后就一直在爬 那导演就是非常的有体力 因为他说 你觉得不能摸吗 我爬给你看 然后马上来回回 我们都不敢讲什么 我就马上爬 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也是石头 然后一起爬的时候 真的真的是 我觉得哇真的是动照片 我要马上回去做运动 比较好 结果我们两个人都爬了一个晚上 对 但是导演没有穿高跟鞋 导演只是爬 你们两个还有穿高跟鞋 但是他是非常的 就是他体格 就是很快就可以做到的那一种 而且导演身体 很强的那一种 对 他 他就是很会演的 其实 让我们的演员也无法拒绝 一定要对导演做到更好 那仔仔你呢 还有什么更不堪的回忆呢 不堪的 在海中都差不多了 最可怕的 我觉得做一个演员还蛮幸运的就是 能够参与这部戏 然后导演在 其实在每一场戏 在讲戏的时候 就像千花讲的 导演真的是 他自己先融入那个角色 就是可能 可能他就说 然后看我有没有讲 想对台词吗 然后我就准备要讲的时候 导演就揭进去 诶 就是这个 然后就在那 他就演起来了 然后我心里想 哦 因为 原本 太久没有 太久没有 在跟香港的团队合作了 有一些的 节奏上面的东西实在是 抓不太到 其实是可以看到导演 他做的某一些节奏 都是对我有帮助的 可以赶快看一下 然后赶快吸收 赶快吸收 对 所以看来导演的这个 示范和他亲自投入去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可以给大家很多提示 对啊 然后真的是很 希望看到导演在现场的样子 不知道有没有 这些相关的纪录片 到时候跟我们来 分享一下 有机会我们下次希望 如果有数集的话 我们偷偷看一下 对啊 现在就可以拿手机 放在图处上面 一个点击率 可以解决一个版本 是导演一演的 整个故事的版本 导演不同的角色 导演就是演一个 杀手的一天 好主意啊 下次一定不要放过这样的机会 对 那今天呢 其实除了是我们这部电影 在内地的首次发布会之外呢 还有一项含义就是 要脱单启动盛典 所以很多朋友都希望 在这个光棍节的时候 办这部电影 可以成功的脱单 所以也想就是 替我们的男同胞们 向两位男士取取经 就是你们一位是水星男 一位是地球男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概念 就是究竟地球男有什么优点 还有这个水星男有什么优点 他们身上最大的闪光点 最有魅力的地方究竟是什么 让我们的男士也可以参考一下 看看往哪方面发展比较好 那我们是地球男先说还是水星男先说呢 地球男尽地主之宜 还是你先说吧 就是主场地球吧 首先地球狼 地球狼是地球人 如果你喜欢外星人 你知道外星很多地方的 通常我们听到地球狼有危险的时候 一定不去火星的 但是这一次有一个水星狼曲线 到底水星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我肯定知道他是外星人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想跟外星人 拍拖啊 结婚啊 你可以选择宅宅跟五岩主 所以地球男最大的优点就是 他是一个地球人 这是他最有魅力的地方 好 那水星男呢 替你们水星狼的广告吧 对对对 像谷哥讲的嘛 水星男就是一个外星人 然后 其实他跟火星男有一些类似的地方 就是会比较温柔 比较体贴一点点 那在 跟普通的地球男来比的话 他可能水星男多了一份 比较细腻 愿意去倾听对方的需求 或者是深度的去了解他心里面的需要是什么 就像剧主里面会有一个桥段就是会听千话 然后两个安安经纪人听他说一下他自己的一些故事 然后好好的用这一方面去得到他的心 天哪 有时候这个真的是后来者居上 看来水星男是既有火星男的这份用情之身 又有地球男的这种勇敢 所以是不容小觑啊 是一个很有力的竞争对手 那今天火星男没来 我觉得你们俩也不会说火星男什么好话的 所以呢我们不如请两位女生来评价一下 就在你们心中火星男是什么样 他有什么样的优点 火星男其实是很难得的一种生物 就好像古仔说是外星人 但是如果给我选择 我觉得人生苦短 地球上我生活那么久了 我都试过地球人 那可能我会是外星人 所以在地球都生活这么久了 就是人生苦短四个字就很大的勇气 所以就是我都会选择外星人 就是哪个星还不重要 但是起码会是外星人 一定是非常的独有的一种个性在里面 否则不会说是外星人 非常独特 好 谢谢千欢 那圆圆你会怎么样来推荐 来评价火星男的 他警告我不要选火星男 因为火星男没头发 外星人 可怜的火星男 可是你介意那个 你介意头发这回事吗 对 不要受地球男的干扰 在地球上就难免会受地球人的干扰 对 那其实圆圆的内心是怎么样来召唤你的 我觉得如果你是火星女 就跟火星男在一起 如果你是个地球女就要和地球男在一起 所以你还是要认识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对 那火星男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火星男 没头发 火星男 我觉得 之所以说它火星是因为感觉是不存在的 所以所有的特质是可能是在当下觉得最珍贵的一些特质吧 哦 说得好 然后我们也明白了火星男是什么样的概念 那既然各位都已经给我们摆明了这样的概念 就是地球火星还有水星 那其实呢在我们这个互动环节的最后呢 就先各位来做一道选择题好吗 对 就是如果摆在你们面前这几种类型的异性 你们会怎么样来选择 就那从男士开始 就比如 仔仔你会 嗯 在生活中 你会喜欢这样的软妹子呢 还是喜欢那样的 嗯 女强人 女汉子呢 我 我 我就希望有 有一个综合题 哈哈哈哈 对对对 这是很多人的问题 在开软妹子的时候就软妹子 比方说 在某一些场合要给 呃 另外一半稍微有一些面子啊 面子啊 对啊 给她一种背后的力量支撑你啊 然后在某一方面 比方说做家事的时候 就可以展现女孩子强悍的一面 哈哈哈哈 欸对 所以说一定要是在事实的地方 展现出这个不同的性格 如果是整反了就不好了 对对对 千万不要反过来 对对 对对 哈哈哈哈 好那这是仔仔的选择 那古仔的你会怎么样来选择 这个如果让你做选择题 你选哪个类型 呃 肯定 选择 地球软吧 不 我们男生是用地球 用星球来界定的 女生是用软妹子和女汉子来界定的 嗯 就是比较温柔朴实的这种 还有就是比较 比较精明强悍的这种 你选择哪一种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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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哈哈哈 所以正在深浅的思考当中 首先我肯定选择温柔一点的 温柔一点的 温柔一点的 所以这个标准没有变过 所以 好 古仔告诉我们她的选择 那两位女生呢 呃 你们两位会怎么来 哎 我觉得你们两位不应该叫选择了 就是你们两位对号入座一下 好吧 就是你们在现实中 就这已经不叫对未来的这个梦想和选择了 那不然你们最好入座一下 我在现实当中当然选了外星人 哈哈哈 真的是一个外星人 那他是哪个星的呢 来自于哪个星球 他是 因为他是 他是 金木水火 哈哈哈 五星 金星在星座当中 是不是主理爱情的 是不是 哦 那我公司金星吧 所以就来自金星的咖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才有缘分 哎 听讲好浪漫 那圆圆呢 你会怎么来选择 我目前为止 对我的认知是一个火星女 所以我选了火星男 哦 两位都是来自火星 哎 那说出名都是非常的特别 所以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选择 嗯 不知道您的选择是什么 那今天在我们这个发布会的现场呢 除了我们说出了心底的这种选择之外 还有一个惊喜要送给大家 是一个惊喜 嗯 说到惊喜我就想 这个惊喜 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是来自于哪位 因为只是他们告诉我有一个惊喜 我在猜会不会来自于圆圆呢 因为圆圆最近给我们很多人一个惊喜嘛 就对吧 大家也都知道 很多人都收到那个非常漂亮的喜帖 喜帖 对 那今天是不是圆圆还有别的惊喜啊 告诉我们 不知道 圆圆也不知道 那这个惊喜到底是什么呢 诶 大家请往我们的台侧看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个邀由由由由拓担提动盛典的现场要送给大家的一重惊喜 那么这个惊喜其实是大家要送给古天乐古仔的 因为在去年大概这个时候单身来女二的片场 为了犒劳其中最为辛苦最受折磨的男主角古天乐 大家是准备了香槟还有蛋糕为古仔庆生 那么时隔一年的时间了 今天呢我们也又为大家 大家为古仔准备了这样一个生日 我们来祝古仔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你是一歌手 人都不唱生日歌的 我可以唱啦 没有关系 我可以唱啦 对啊 Happy Birthday 哇 这个好严重啊 那有男生吗 我可以再唱高一点 好有魅力的歌声啊 Happy Birthday to you is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 够了谢谢 哈哈哈 哎古仔要许个愿才能在追辣族 对我们才继续在许 古仔是没有 哎 许的是什么愿的这么快啊 是一个心中很久的 可以说出来的 对 但你这个愿望许得好快 可能在心中有很长时间 因为就喜欢那个 关于那个单身满旅行的 所以很快许完了 啊 哈哈哈 好的我觉得大家对于单身女儿 可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谢谢谢谢 那我们请工作人员先把蛋糕 我们一会儿会来分享 对 我们在我们的发布会之后 我们来切下一刀 哎呀 好漂亮的 特别浪漫的 对啊 对啊 我听了 啊 哈哈哈 杜导师觉得这样切蛋糕太温柔了 怎么能彰显出电影的发起呢 对那个建议 我们一会儿会一起来分享 那个别开生命的那样的生日会 好的 那惊喜送完了 我们的发布会还没有结束 下面我们再次邀请导演杜齐峰先生 还有监制及编剧维嘉辉先生 上台与我们的四位主演 共同启动电影单身男女儿 1111脱单总动员 好 我们首先看到 在我们这边呢 是 对 会有一颗心 那明显呢 这个心呢 应该来找到它的另一半 所以呢 我们要请各位 来为我们 找出这颗心的另一半 我们一起来把它 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当心心相应的时候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好 现在男女 单身男女 对 我们要把它 推到 对不起 我们冲动 这个装置 对 签化 太急 让我们这颗心找到另一面 来 是这样 是这样 我们请各位 准备好啊 其实如果大家一起发力 估计那颗心就飞到墙上去了 那我们要请各位 用心中最温柔的力量 来使我们呈现出两颗心 心心相应的场面 那我们请各位 准备好 请各位主创 准备好 我们一起来 启动 111拖身 圣点 拖单 圣点 54321 好 我们要把 一个黄色的 对 也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来也请各位 在这么可爱的 启动装置前 来拍张合影好吗 来我们请各位 围绕在我们这个 可爱的 单身男女2 这样我们来的多够钱 来拍一张 亲密的合影 是我们也要留下 这宝贵的瞬间 好 请各位先看一下 左边 谢谢 好 请各位看中间 谢谢 好 请看右边 好 也请台 各位在台上留步 我们要再次有请 环亚电影制作 有限公司董事 陈嘉尚先生 北京海润影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燕明先生 万达文化产业集团 总裁助理 兼万达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总经理 五周电影发行 有限公司董事 赵芳女士 还有环亚电影发行 北京有限公司董事 林伟斌先生 和北团猫眼 电影运营总监 康丽先生 上台语 主创 共同合影 留念 好 我们请大家先看一下 左边 谢谢 请看中间 谢谢 好 请看右边 谢谢 好的 非常感谢各位 片影单身男女2121 脱单 启动盛典 到这就圆版结束了 再次感谢各位嘉宾 媒体朋友的到来 我们也共同期待 影片11月11号 光柜节精彩上映 谢谢 我们请各位 先稍事休息 谢谢 那同时呢 我们也要感谢 菲亚达手表 一粒牛奶 午后红茶 各大赞助商 对影片基本次活动 给予的大力支持 也请大家记住 11月4日起 通过电影 但是男女2官方 独家宇宙平台 美团猫眼电影 就可以抢先 购买电影票了 11月11号 光柜节影片正式公演 也祝福各位单身男女 在此邂逅爱情 邂逅另一半 我的硬盘寻不了